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 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零件有数董事长袁岳 在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 虽然价值观有差异 但正因如此 中美之间才更需要对协调 并利用好差异产生的互补优势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 就民调总体来说 很多的老百姓 其他国家老百姓 对中国的看法有一点负面 这个负面有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跟现在媒体的一个传播 或者一个媒体的导向也有关系 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国家间 机构间 个人间 都可以有核心的价值观差异 但不一定要打起来 然而价值观及其差异 并非国与国外交关系导向的 唯一决定因素 放眼全球 和平共处 一视同仁 理应是国与国之间公认的交往法则 但在现实中 全球局势复杂多变 国与国之间摩擦不断 在元月看来 其原因正是部分国家 将本国利益置于这一法则之上 而美国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中国倡导的一个东西 它不是以老大的方式说 我就说了算 实力不是用来营造自己的例外主义立场的 实力是用来帮助我们的价值观里 所提出的规则和我们自己承诺的事项 美国过去因为他就是没有人去给他 没有人跟他去说这个事儿嘛 有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模式 有了一个竞争性的模式 所以他会对他构成一定的制约 其实美国的例外主义 他就是干了他不这么说的 美国例外主义是被总结出来的 他不是美国政府主张说 我们是例外的 是大家总结的 说你双标 你例外是总结出来的 由于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的清晰 与自身发展的需要 中国逐渐将原先的防御型策略 转变为积极进取型策略 随着中国的崛起 近年来 中国威胁论也开始在少数西方国家流传 但袁月并不赞同这一说法 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 的确有相当的文化的冲突 这个文化的冲突 一旦转变成了国家规则和国家行为的时候 你会觉得过去你这么做的挺顺 但是今天你这么做的 就有个人说不合适 我跟你说这么做不合适 老有人敲打你 你就觉得受到了威胁 但是说到底 中国人就是敲打 也并不是真正威胁 我只是跟你讲道理 袁月认为价值观有差异未必是坏事 很多人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也会有多方面的具体竞争场景 但其实并非如此 价值观差异并不必然的道指 双方的对峙甚至冲突 价值观的差异 只会增加我们之间互相展示的色彩之别 而不是必须兵容相见的冲突原因 在袁月看来 中国试图突破全球发展中国家 发展空间长期被压缩的局面 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利益所在 更关系了新兴经济体 和全球发展中国家 甚至许多发达国家的利益 而这也将是全球未来发展趋势所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将是全球发展现在朋友们 发展市场上 在河南方的几天 comin etteata conf